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玩过和平精英里的小红帽与大灰狼这个游戏项目 来看看鲨鱼是怎么玩的吧 游戏开始了 鲨鱼扮演小红帽来抵御大灰狼的攻击 跟我抢 大灰狼来了 鲨鱼赶紧躲到围团外 小狼狼找不到我 哎 找到了 哎 我跳 你有办法吗 完了完了 哦 哦 哦 你还没得 鲨鱼被大灰狼打死了 紧接着就被关进了笼子里 只有等队友来就才能出去 被队友救出笼子后 鲨鱼立马就跑进房里疯狂地吃蛋糕 吃蛋糕鲨鱼就可以提升战斗力来抵御大灰狼的进攻 嗯 好吃 好吃 嗯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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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太好吃了 啊 啊 不好吃 不好吃 哦 哦 哦 耶 顶住 顶住 哎 我进来 我在进来 哎 我出来 我进来 哎 我进来 哎 你要进来吗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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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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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马蜂窝 直接手马蜂窝 哎 哎 一个步段 OK 秦王绕住两分半 大灰狼也是拿鲨鱼没办法 鲨鱼跳上高点观察 大灰狼头瞄想勾自己 鲨鱼见识不妙赶紧开溜 哎 想勾我 起箱子了 哎 瞬移 哦 一个瞬移躲过了大灰狼的攻击 鲨鱼再次回到房里吃起了蛋糕 很快大灰狼手持狼牙棒又进攻过来 哎 直接开库顿吃蛋糕 走了 哎 我打 哎 为什么打不了啊 鲨鱼被大灰狼打掉了一半的血量 紧接着赶紧跑到另一个位置吃蛋糕回血 此时队友五号已经升级到最高级 升到最高级后就可以拥有持枪能力 队友二号被大灰狼打死 并被关进了笼子里 鲨鱼随即跑过去把二号救出来 别怕 我来救你 别怕 还有死人吗 防止队友再次被关进笼子 鲨鱼直接蹲在房里随时准备救人 又死了 OK 准备救 队友没等来大灰狼却来了 鲨鱼毫无反抗之力再次被大灰狼打成大财 啊 紧接着鲨鱼再次一个瞬移躲开了大灰狼的致命一击 哎 对 卧槽 没血了 没血了 趁大灰狼还没追过来 鲨鱼赶紧吃蛋糕回血 顺利 坚持 都胜利 队友四号也被关进了笼子里 鲨鱼随即又跑去就四号出来 OK 就我升级了 我来保护你了 鲨鱼终于升到了最高级 拥有了持枪能力 紧接着就开始朝大灰狼进行反击 最终小红帽战胜了大灰狼 漂亮 第一名